黑衣黑褲 藍白拖 雙腳小腿刺青 三十一歲 陳姓男子 提著一包塑膠袋 裡頭裝的就是他犯案用的槍枝 跟五顆子彈 自行來到警局自首 因為他在檳榔灘前開槍 將人丟包 開槍地點就在高雄中校一路 這處檳榔灘 地上疑似流血跡 十八後清晨四點多 雙方九後起口角 各自帶朋友約談判 談到情緒上來 陳男朝對方腹部開一槍 留性男子被友人載到急診室丟包 陳姓男子帶槍投案 而且其實上週這處檳榔灘 才剛被人開車衝撞 當時轎車撞進檳榔灘 駕駛來不及熄火就落跑 還導致女員工受傷 當時檳榔灘變稱前灘主與人結緣 但警方調查發現檳榔灘有財務糾紛 這個社區很單純 因為你類的人你會不會怕 要爬到複雜嗎 對 晚上我車子就很多人 檳榔灘上週才剛被開車衝撞 同個地點又發生槍擊 警方澄清兩起事件無關聯 只是巧合 其他涉案人還要追查 只是檳榔灘一下被撞 一下傳槍響 市區治安居民擔憂 三連新聞黃啟超五會 上映高超島 指定 指定 指定